就是一些经历 包括我第一次见你的 我的心里的状态 和我后来对你的感觉 你把花给我 心动的信号五完美落幕 在收官告单页里 四对CP实现双向奔赴 从而诞生了心动时尚 亲手成功率最高的一季 让网友直呼过瘾 尤其是对追了一季节目的科学家们来说 这应该是最令人欣慰 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美妙的感觉难以言喻 四对CP带来的快乐与甜蜜 将会永久的留存在大家的记忆里 预言CP上演爱的魔力战圈圈 正如李涅双玉 对张根源所言 感谢你的坚定和你的真诚 给足了我安全感 张根源最终能够抱得美人归 凭借着正是从一耳中的坚定与偏爱 从第一眼心动开启 张根源的目光就一直追随着李涅双玉 从未偏离过 告白夜里张根源和李涅双玉甜蜜相拥 亲密亲吻 甜得不要不要的 张根源甚至忍不住抱起李涅双玉 上演了一幕爱的魔力转圈圈 美好的画面令人悬晕 对他们来说 这一刻等太久了吧 对科学家而言 又何尝不是呢 雪球CP成信系水长流的爱情 慢慢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对王秋仪和薛直扬来说 结束节目收官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 他们的爱情才刚刚开始 慢慢喜欢你 慢慢在一起 直到天荒地老 他们传递着细水长流的爱情 直抵人的心灵 薛直扬有个纠结 有个摇摆 但最终呢 还是发现了王秋仪的牵绊号 他尝试着让自己主动些 勇敢地向王秋仪奔赴而去 mini Zet坚定了他们的内心 轻轻相拥 缠递着彼此的爱意 一起携手走向线下 未来路很长 但是mini Zet不限量 回归生活 雪球CP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6万CP冲破迷茫 双向奔赴 四对CP中最令人揪心的就是6万CP 郭浩然从对李婉倩的偏爱 到对金家月的心动 他的心始终是处于纠结状态 通俗地说 何事何心动 他不知道该怎么选 就这样磨磨蹭蹭到了告白夜 多亏李婉倩是一个睿智通透的女生 在郭浩然陷入迷茫的时候 总能把她拉回来 如今 她总算在告白夜上明确了自己的内心 毕竟狼有情 妾有义 单方面的付出是没有结果的 所以郭浩然能够迷途知反 也让网友有一种 木然回首 那人就在眼前的感同身受 不管怎么说 6万CP最终能够冲破迷茫 双向奔赴都是值得进行的一件事 肉粽CP演绎青春偶像剧情 最贴近偶像剧的一对 果然是肉粽CP 金家月和陈宗伦 两个人往那里一站 就是一对金童玉女 太养眼了 自带男女主光环 陈宗伦和金家月的相处 更像是偶像剧 陈宗伦 被金家月夸为多拉A梦 陈宗伦和金家月 地上花束 陈宗伦花是表白我爱你 尤其是陈宗伦为金家月 点燃爱情蜡烛的那一刻 有多少人怦然心动 我女生心动的样子 你全都有 金家月早已沦陷在 陈宗伦的爱意里 告白夜 肉粽CP相拥一幕 不正是偶像剧男女主人公 双向奔赴的名场面吗 四对CP 亲密照曝光 随着节目完美收官 官方也是毫不吝啬地 将四对CP 日常里相处 私密合照贡献了出来 节目中 看嘉宾们相处 彬彬有礼 显得克制又体面 没想到四对CP私底下 还拍了不少奇迷照 据其中张根源 壁东 李宁商誉 国号人对李婉健 蓝药公主抱 陈宗伦从后面 将金家月拥有怀中 最令人惊艳的是 王秋仪身穿旗袍 坐在谁这样的大腿上 这么多含糖量高的 奇迷照 早已让科学家们 沉浸在了爱情的 柔情秘义里 一整季心动的信号物 让网友们收获满满 接下来就一起期待 四对CP的甜蜜官宣吧 下来就乱了